那你要问 为什么我们这个佛法法门这么多 为什么修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无比殊胜利益 就在里头为神加持 这其他法门里头没有啊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我们今天遇到这个云太殊胜了 决定不能让它困固 我们得学习 分分秒秒都要抓住 抓得紧紧的 别让它困固 分分秒秒怎么抓 这一句佛号 敬念相及 别中断了 你就抓住了 一中断了 昨天讲的烦恼里头是念 你这个正念失掉了 正念就是阿弥陀佛 念念是阿弥陀佛 念念是真念 只要真念没有了邪念就出来了 没有决念是无明出来了 不看智慧 所以没有念佛的时候 不是无明起来 就是妄念起来 这是必然的 没有例外的 那都不念佛行吗 不念佛全是忘年 全是无明 忘年早一夜 早轮回夜 无明糊涂 不开悟 不开悟 召开我们念佛 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死 别人怎么做法 我们不管 我们自己依照今天讲的道理 方法 境界 认真来学习 就对了 建设佛说 世代相传 传到中国 也年千年了 这个不是假的 下面说 但名后 在声闻设防 仆悲散根 这将文明 文明的功德 为什么 弥陶名号 声闻设防 设防世界都知道 是 一切诸佛如来 都在宣扬 并法界 虚空界 一切诸佛如来 讲经教学 没有不讲 净土三经 这就是 替阿弥陀佛 做宣传了 做广告 替阿弥陀佛 照生 能信 能解 能发愿求生 这就是 阿弥陀佛 有缘人 不信 不解 不想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 没有缘的 可是 我们知道 那些无缘的人 无论生到 哪一尊的佛国度 肯定到最后 文术 谱鞋 带领他们 刀归 记录 只是绕个大弯路 最后还是要归进土 真正不可思议 来自策之间的 估计 估计